計之前的垃圾日日之外 接下來就是垃圾食物日 我們為了宣揚 我們今天就要去吃垃圾食物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 不是這個 這個 我們還帶了很多個袋買垃圾食物 現在就出發了 拜拜 垃圾食物通常是高脂肪、糖、鹽和卡路里的 但是垃圾食物通常都很好吃的 鑑屎雀 鑑屎雀 你知不知道垃圾食物這個名字 是20世紀70年代 微生物學家邁克爾·亞國布森創造的 目標是試圖抑壓我們對高防腐劑、高鹽和高糖的食物的胃口 在你的眼中定義什麼叫垃圾食物 正常吃完一定會喉嚨痛的 這個是煎炸的小姐 都是垃圾 好味的都是垃圾 剛才幾年 這間鑑屎雀食物的標榜是健康的 當然 有多健康的 你敢吃八小七次 你看看 垃圾食品日 是希望在這一天 大家可以沒有罪咎感 盡情吃垃圾食物 你還吃 就肥到被人拿去炸的 留給我吃 不要緊 7月還有炸雞日 雪糕日 炸薯條條日 我大把機會 吃這麼多要還 我不做 有快點 快點 那還要做 在做 肚子 快點 快點 站上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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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嘻嘻她不是開玩笑 她是兼買煎醬三寶 對呀,她是凍垃圾 我們是韓法大師 出名是垃圾人 很喜歡吃甜食,又重口味 我們很關心這位同事的健康 各位觀眾,如果看這條片 看到她今晚挑鬼命都很關心她的健康 不妨給她醫療的包裝 是給她就可以了